各位老师 她其实真的 我懂她啊 我懂她 你又懂她 又懂 谁你不懂 我真的懂 你为什么 来 你说说 你为什么懂她 那个让她说一下 说完她点不点头啊 她不管在生活上 还是工作上 毫无计划 但她自己呢 其实蛮自信的 是不是这样子 她有计划 然后她 我说她所有计划是什么 没有大计划 她需要有人带 一步一步 给她设定好 每天一样的工作 是她最喜欢的 你想表达的 我觉得没有逻辑 不 听我说啊 不衡 世界上有一种懂 叫做陈不衡 懂 搞不可以这样来理解 在你的人生当中 没有大计划 但却有生活中的小任性 还好 对吧 这是你的PPT是吧 哦 这是你吗 对 我说句真心话 我说句真心话 没有今天本人好看 啊 这可是一百倍美颜以后的效果 对啊 那就是 叫不太好看 像林黛玉 那张长度多像 我觉得她戴眼睛 还好看一点 多像 她特别像陈小徐 你还第二叶是什么 像林黛玉是吧 对啊 多好看呀 陈老师什么眼光 还有吗 就这些 不是你把这个写真照拿出来 啥意思啊 我看你这PPT 我还以为你参加《非诚勿扰》来了呢 这其实就是生活业余的一个爱好 好吧 这PPT就不做点评了啊 美颜 就是有人这样评价你 评价你比较单纯 或者简单吗 没有 他们怎么评价你 我朋友评价我工作中的伙伴 评价我是雷厉风行 那在这里可能表现不出来 我是属于一个执行力相对比较强的一个员工 他还有一个奇葩要求 我刚刚才才看到 他对工作地点有要求 北京朝阳 那必须要在朝阳区吗 为什么 你是朝阳群众 我一直住在这边 就你必须要在朝阳区吗 不是必须 别的地方可以吗 北京就可以 你要求薪资多少 考虑到疫情大家都不容易就 考虑到疫情大家的获得 多少钱吗 12K左右就可以 12K 你可真为我们着想 如果不考虑疫情的元素 你准备提多少 12K加 本来我问的就是底薪 看公司 要看公司 因为我之前工作的话 有的有一个工作 可能给的offer 可能薪资也高一些 但是我不是特别感兴趣 所以就 也是跟公司 对 跟公司环境有关 那家公司是夫妻店 然后就很复杂 好 第一轮选择去货磊 还有四盏灯 谢谢 我保证剩下的这四盏灯 不过还有一个是夫妻店 曾华是夫妻店 我不是 是我和我弟弟 那就是姐弟店 反正也是家族 谢谢